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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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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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以为 刚才那个倒霉蛋就是我了 不不不 这个朝气蓬勃的 大好青年才是我 企划三部预备役组长李天然 据可靠传言 今天企划部将任命一名 新的组长 我掐指一算 这个组长非我莫属 哎呀 听说了吗 董事长的外甥要到咱们公司 上班来了 人家可是从国外 刚刚留学回来 有可能是董事长的接班人 董事长还有外甥 没听说过呀 爸 这是我们高层知道的消息 你这种普通职员 您好 请问这是企划三部吗 我是新来报到的职员 白马涮 是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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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吧 哥们儿要干吗 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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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多人有难 上班时间可以睡觉吗 好 这就开始时差工作了 敲打结了 喂 Jennifer 我是企划三部的Simon 对 关于QE的市场调研呢 我已经收到你的报告 但是还有一些 需要和你查看 对对对 你在办公室等我 我们可 等一会儿 上班时间干吗 姚总监 我想请问一下 咱们一定是要用双语 跟客户沟通吗 夹中文夹英文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如果我不用英文 用法语可以吗 连总监都敢讽刺 都行 舒飞 我现在上去找你 我心里有点事 欢迎入职 谢谢 我 吴科长居然主动跟他打招呼 您好 李 组长 我是白马帅 今天第一天上班 部长让我跟您多学习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请问组长 您这是要去 我 喝咖啡 我在职场书上学过 一般这种事情 都是新人来做的 这件小事就交给我吧 对了 早上您在公司门口 也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这些我都会好好记得的 嗯 公司门口旋转门 完了完了完了 我这个组长怕是当不成了 嗯 我怕什么呢 这不是早高峰吗 我也是怕早上上班迟到 再说了 公司刚刚提拔我 总不能招令西改吧 除非他直接找董事长高张去 你别笑你 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 嗯 耶 董事长 这呀 这张 苏生好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前辈啊 嗯 刚才说什么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 千人 鸡王 我记住了 来来来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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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可以笑吗 可以在前面 可以笑得灿烂一点 对… OK